全油管最快新闻,四日深夜,中国南篮输给菲律宾队,比赛结束后,中国南篮没有参加赛后发布会,引发混乱。 姚明等人快速离开后又返回赛场,导致发布会临时进行。 赵继伟强调球员自身责任,并道歉。 这是32天内中国南篮第二次输给菲律宾,且在领先18分的情况下被翻盘。 菲律宾队主帅称,这场胜利是奇迹般的。 乔尔杰维奇认为,球队在下半场失去了控制,强调这是篮球,结果无法改变。 中国南篮的失利让人感到困惑和无奈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